报道小企业 微点1688 我就跟我们的论坛的负责的同事 谈论过这个问题 我不愿意付给版主们钱 因为我觉得这样 我看不起他们 我们只是一个合同经营而已 时间也在这 你记得那时候我的争论 我是特别反对 付版主钱的 因为你付他多少钱 算是对他的认同呢 他给的是心血 他给的是心事 他给的是自己 对这个堂业的理解和爱 今天谁付我钱工资 我都觉得嫌少 阿里巴巴付我工资 我觉得嫌多 因为阿里巴巴给了我 无数的快乐 今天假如马亦完全说 我也跟其他CEO一样 我拿一块钱年薪 我可以做到这个 没有意义 因为如果我拿一块钱工资的话 今后没有阿里巴巴的人 愿意当CEO 是不是这么回事 没人愿意当CEO 当CEO才一块钱 那我不干了 你必须为制度去做 为未来后来人去做 但是假如说我为了三百万两百万的年薪去做 我一定不快乐 凭什么我付出那么多代价 我还不能去拍个广告 所以我想 我们有自由得到最大快乐的地方 你做因为你快乐 因为你分享你得到幸福感 做到一定程度 无形的东西得到的 一定比有形的多 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 都是让自己快乐 那天我们前几年我们讨论过阿里巴巴 十年来从无做到了有 最后我们希望后面十年 从有做到无 大家又听糊涂了 这个无是无处不在的无 无处不在 那做到人家的心里 而今天我们讲一些哲学的问题 什么叫 人可以七天不吃饭 人可以五天不喝水 人能不能做到两分钟不泄养 人更不能做到一分钟没有信心 就跨下去 很多时候 就是在一秒钟之间你没有信心 拉开窗户跳了下去 我们做不断地培养自己的信心 不断给别人信心 报导小企业 微点1688 1 3 1 3 4